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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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刘原是内蒙古科技大学的一名普通职工 退休后自己干起了木材加工的生意 一次外出旅行入过一片葵花地 散落满地的葵花杆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发现他发现干扯的葵花杆木质层硬中带脆 如果能够利用它来代替传统的木料 岂不是能够节省木板制作的成本 于是回到家他马上着手进行研究 通过对葵花杆的仔细观察 分离表皮的腊质层和内心 经过压制 一种以葵花杆为填充原料制作的人造木板诞生了 这就是我那个板 这就是你那葵花板是吧 它一层一层的啊 就是拿那个小二葵杆 你就说是这里头这一个两个三个板 那您这表皮是什么呢 这个表皮是夹一些木皮 那您就把这生的这个 咱们刚拿回来的葵花杆直接压进去吗 不是啊 你那个葵花杆你还得行够处理 那怎么处理啊 你看啊 咱们刚才拿了这 这个干手的下来 刚拿下来 对 但是你必须就等它干了 干了到这个程度 这是干了的 从这个到这个程度大概有半个多月就下来 半个多月 干了以后它的圈部是很圈的 就是跟咱平常使的这个木材很像 那然后怎么处理一下呢 然后就把这个一封为二 一封为二 就拿着找一封为二 然后通到一个破砍 就是这种的 一个木的部分 就是您压板是不是 拿这块这些木枝头的部分 对 这个跟咱们木材的这个纤维会很像是吧 一般很像 那您怎么去处理这个呢 说着 老刘为记者介绍起 制作葵花板的方法 首先将葵花杆切成两半 然后将杆内的软心抠除 再使用刚刷磨掉杆表面的腊质层 最终用脚踩平 只是简单的几步 这葵花板就制作好了 这就成了一层 就是可以压制葵花板的材料了 对 那行呢 让我也试一下吧 对 行吗 我找一根 拿这个 是 然后拿这个刀从中间劈开 好 然后就开始扣中间的 对 这扣起来我觉得 也不是特别好扣 因为它就是 是瘾质的 它比较软 对 那我就先弄这一块 行吗 钢丝刷 钢丝刷 这要刷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了呀 起码把这层打掉 打掉 嗯 我这都刷裂了 然后我就把它弄平就可以是吧 弄平 但是我这已经 已经散开成几段了 我看来您这个葵花杆 去处理的这个过程 不是那么容易 对 而且我发现 我就处理这么一小节 就已经花了一两分钟了 真挺麻烦 要一整根 真是挺累的 但是这个问题 我已经解决了 我发明了一个葵花杆 包皮去小集 哦 你有一个机器 哎 我 你怎么不早说 还让我在那试一试 你赶紧带我去看看吧 行行行 行 在哪呢 在那 这边是吧 对 好嘞 这老刘可真有两架子 不仅精通木工 对于机器的制作 也是一点也不含糊 不仅自己创作出来 手工制作葵花板的方法 更是在此基础上 研制出一台 专门加工葵花板的机器 你看 那就是我的花皮去小集 外观看起来 短小精弹 挺简单的 怎么代替人工啊 你这样 他这有块刀 这个就是拿葵花杆 对 一对了 然后就 一分为二 切开了 然后把切走 把切走了 上边那个就从这进来了 上边部分从这进去 从这过来 然后分开了 然后就把它捏到 然后切走 哦 还有一个传送的功能 它有个传送的功能 哦 就是送进去了 这儿的你看啊 沙头有个挂石楼 嗯 它这个下头还有个挂石楼 您说你为什么要有两个呢 两个是 一个是沙头 这个是去皮的 打这个沙头的皮 下面是去形的 老刘 老刘说 他发明的葵花杆 包皮去心机 由分切系统 磨刷系统 碾压系统组成 将葵花杆放平 向前推送 会被禁止的齿状刀片 分切成两半 上面一半 由两个反转钢刷 进行磨皮去心 最后通过铁滚 碾压成型 由于一次只能处理 半根葵花杆 剩下的另一半 则还要由人工取出 再放入机器 重复加工一遍 那咱们这个葵花杆 包皮去心机 处理一根能多长时间 一根一般有个 三四十秒钟就各 三四十秒 这么快 对 它发现一贴车就出去了 我刚才看我处理这个 也就花了一两分钟 什么你得短 你要再刷点 你没有三四分钟下不来 那您这长的 就三四十秒就行 对 三四十秒 只要对镜 其实就出去了 你看这个时间 我估计最多就三四十秒 这您说得很好 而且感觉不错 要不然您给我们试试 行不行 行不行 那您准备一下 这机器真的有老刘所说的 那样高效吗 我们决定现场试验一下 就在进行准备测试时 现场却意外来了一位客人 我来看看你们 谢谢 谢谢 这位师傅 这是我们兄弟 我们师父是你久轻了 您觉得我们这柔师傅 这葵花杆的机器怎么样 哎呀 就挺少过 可我说的是挺好 但是我们全是看见过 眼见为实 就这样吧 咱们一块看一看 能行吗 看看他这机器怎么样 行啊 那行 师傅咱们试一试 好吧 那你马上看看 来咱们试一试 原来这位蒙师傅 是老刘的好兄弟 听说老刘发明的机器 要上电视了 这不 恶意前来 为自己的兄弟助阵 可是 这机器用起来 可没有老刘说的 那么轻松 老刘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将葵花杆给推了进去 还别说 虽然入料不是那么顺利 但是经过了机器的处理 还真就推出了成片的葵花杆 老刘又放入一根 这一次 虽然葵花杆很快就被割开 但是推送的过程 还是耗费了一番力气 不过 看着一根根葵花杆 被顺利加工出来 老刘顿时 放心了许多 测试继续进行 这一次 切割的效果好了很多 葵花杆可以轻松地被刀切开 送入机器里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就处理完了 全部测试用的杆料 我们来看看 通过机器架工处理的葵花杆 效果究竟如何吧 看这确实挺干净的 对 人工挖的没什么区别 对 感觉有时候比火烧的 还稍微干净一些 对 这边也是表层的 蜡质层都不然干净 对 孟叔 您现在觉得呢 效果都是 还算干净是吧 看来机器的效果确实不错 葵花板上的蜡质层和内心 都处理的相当干净 而且碾压的 十分平整 蒙师傅虽然认可了机器的效果 但是 却提出了一个疑问 最主要是板 板能不能出来 现在怎么板又有问题 那看见最主要是板 您板能不能操作 您担心板是板 担心板质量问题 蒙师傅的担心不无道理 仅凭这单薄的葵花杆填充在木板里 这板材质量能够达到普通木板的标准吗 为了验证由刘师傅加工出来的葵花杆 由于是第一次进行混合木板的承重测试 老刘心里也没有底 准备好了五种板材 我们又搬来了一大落 每块租有五斤重的砖头 一切装车完毕 前往包头市的一处广场 进行测试 测试刚刚开始准备 就引来了附近乡亲们的围观 五种常见的板材 做的承重对比测试 大家都十分感兴趣 村民们已经开始讨论起来 哪一种木板最先崩断了 五种板材都已经准备完毕 我们的测试马上开始 刘师傅 我看咱们这已经准备好了 是吧 咱们这分别是五种板材 分别是葵花杆板 然后这个洋木压层的板 还有西木工板 香菲板和爆花板 这五种板 我看您材的大小都是相同的是吧 您今天打算怎么来试一下呢 放这个砖头 放砖头 这个砖大概每块就是五斤 五斤左右 一个一个晚上放 它哪块板 放的砖最多 因为它的成分率最好 就是质量不好 它就被压断了 对对 那刘师傅 您觉得您这个 葵花杆板能撑到最后吗 差不多 差不多啊 那要不然这样子 咱就往上放 两块两块往上放 对 可以吗 现在就 那您小心点 咱往上放吧 好嘞 老刘老刘 老刘盘 但是 老刘开始往全空着的木板上面摆放砖头 每一次放上两块 共十斤的砖头 看一看 放上砖后 每块木板产生的变化 一时间已经放了四块 共二十斤的砖头 五块板都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问一问 您觉得哪块可能先会断 我看那个纤维板先断 纤维板先断是吧 这是从小我问一下 纤维板 那我问问这个师父 师父您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细木工板有可能 为什么呀 你看他这两个都没发出声音 那个都已经都响开了 那您现在觉得咱们这奎花杆 这个板 我觉得还行 还行是吧 还行 行的要不然都是 我咱再继续往上放 行吗 看来二十斤的重量下 大家对于奎花杆混合板的 承重能力还是很有信心 倒是纤维板和发出声音的 细木工板 引起了大家的担忧 那么 当我们把重量提升到四十斤后 五种板材 还都能承受得了吗 在四十斤的重压下 奎花杆混合板和细木工板 都已经发出了 隔织的声音 您看咱这已经是四十斤了 还能去往上放吗 还能去往上放 所以您估计 哪一块 我看大家都在装 但是您觉得哪一块 可能会先断 我怎么估计这个细木 细木工板先断 是吧 那要不然咱注意安全 再往上放 好吗 对 可是我刚才看到您这壳花杆板也响了 对 您担心吗 现在 问题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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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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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准备把重量再加十斤 五种材质的木板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弯曲 最严重的细木工板已经裂开了一条白缝 伴随着清脆的割吱声 好像马上就要坚持不住了 老刘继续加大重量 但是每放一块砖头 都显得很是小心 面对五十斤的重压 哪块木板会先折断呢 终于承受不了重压的细木工板 所以先折断了 细木工板先断的 对 那看来咱们这就是细木工板质量最差 是吧 我说你也觉得 对对对 刚才您说这细木工板还能坚持一会儿 没想到它第一个断的 是是是 那不然咱现在试一试看后面的 对对对 那您接着往上放 没想到 由纯木构成的细木工板竟然先折断了 我们决定继续加大重量 刚才刚才已经微微有些声响的葵花杆混合板 还能坚持多久呢 我看这现在是一共是多少块了 123456789101112 12块 这就是60斤了 大家能想到这葵花杆的板能呈60斤吗 您觉得现在呈60斤 呈60斤现在达到咱们平常使用的要求了吗 您觉得 差不多了 那行 那咱们就看一看它的极限是多少 行吗 咱再往上放 重达65斤的砖头 已经落得足有一米多高 老刘每放一块都要非常小心 我们发现在葵花杆混合板的底端 已经出现了一块裂痕 它会不会突然断裂 导致葵花杆混合板提前出局呢 我看您这下就是笑的 您觉得它这怎么样葵花杆还能充吗 葵花杆还能充吗 现在不想了 葵花杆现在不想了 现在不想了 是吧 这才可以 您觉得这个葵花杆板还能再加几块 没问题 三块没问题 再拦造 您注意 好了 好的 六十五斤的重压下 葵花杆混合板没有一点要断的迹象 大家伙看好老刘做的板 老刘也更有信心了 他决定要再加三块 没想到第一块砖头刚刚放下 先前还被大家看好的纤维板也折断了 现在厂上只剩下葵花杆混合板 杨木板和爆花板了 建成了气氛持续升温 大家伙越看 也是越来越感兴趣 都敦促老刘继续加码 究竟在七十五斤的重压下 谁会先折断呢 再次煮到两块砖头 一直撃 整个目板和伤续 小学了 哎呀 来了 这块砖头 当心吗 就 马上 马上 没事 放 换 小心 别管他下 别管他下 他 隔块断了 哈哈哈哈 行 好 先炒争接线 好 等一下游师傅 这一块跟大家都说已经响了 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十五个 对 七十五斤 加你给八十斤了 八十斤大家觉得能行吗 没乱 差不多 慢慢来不就 觉得慢慢来放不掉 试试一下 慢慢放 小心 慢慢放 慢慢放 还能再放吗 能放 能放 哎呦 都响了 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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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三块木板都安全地通过了八十斤的考验 重量继续增加到八十五斤 保花板在八十五斤的重压下折断了 但是却意外地碰到了另一边的砖路 测试 被迫终止了 这样吧 这两块板刚才是打倒了 那咱们把这两块板重新摆一下 咱把它往上放 行吗 这两块板呢 成重了多少 为了测试两种木板的极限成重 我们决定重新进行一场比赛 将没有分出高下的洋木板和葵花杆混合板 单独进行比试 比赛从八十斤的重量开始 那么在这场终极的较量中 老刘的葵花杆混合板 还能走多远呢 洋木板和葵花杆混合板的终极承重比赛 以八十斤的重量重新开始 我们小心翼翼的将重量逐渐增加到九十斤 在如此强大的重压下 略显单薄的两种板都已经产生了较大弯曲 究竟谁能撑到最后呢 好 一百了 一百 哇 哎呦 声音有了 还能坚持吗这个 能放点白花 这别放了 别吃不了了 哎呦 别吃不了了 一百了 咱们能再往上放不留是不 不就乱了 不行吧 最终 葵花杆混合板在一百斤的重压下 硬生折断了 但是通过测试 它的承重效果足够令人满意了 最后我们又对洋木板继续加码 一百一是一百一 一百一是一百一 在重量加到一百一十斤时 洋木板也折断了 好 行 葵生和蒙生 葵花杆板呢 到一百斤的时候断掉 然后那个最尖硬的这个洋木板 到一百一十斤断掉了 对吧 看来您这个板 我觉得就是基本上已经达到了 大家日常使用的一个要求 而且我刚才问周围的观众 大家也是这么认为的 就最起码它日常生活已经够用了 那么之后您现在觉得 这个板怎么样 这个板香 那个洋木板维生厚短 那都是木材做的 它这个是废料做的 这个就不一样了 那咱们是不是现在得支持 周围师傅做这发明啊 我也不支持 还不支持 为什么呀 我还想跟他比赛呢 还比赛 您不相信 您觉得他太费劲是吧 上次试的时候 那您打算怎么跟 我找几个人 再和他比一比 跟他比吗 可以 跟他比的问题 那要不然 咱就去找几个人 周围师傅比 可以可以 行 那咱们走 好吧 好 虽然以葵花杆作为填充材料 制作的木板质量得到了认可 但是蒙师傅还是觉得 机器用起来太费劲了 为了证明老刘的机器 效率不高 蒙师傅决定 要跟老刘 要跟老刘进行一场人机比试 两人达成协议 明天一早 在老刘家门口 由蒙师傅带领五个人工 跟老刘的机器 进行比赛 第二天一早 刘师傅就开始忙碌起来 准备好葵花杆 清理出比赛场地 准备迎接 人工队的挑战 刘师傅 讲一下怎么样了 可以了 没有调制一下 调制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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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你 他跟我们的角度调 来跟我的比赛 孔师傅 您今天带师傅们都过来了 过来了 您看刘师傅的机器怎么样了 大家 他的机器不如我们人工 机器不如人工 人工哪好了 我们人工 人多 调不得 他的机器不如人工 他那小手 你怎么感受到这机器 调制完了 您觉得今天这个比赛 您几位有信心吗 有信心 保证所 保证所 大家加油 行吗 没问题 好嘞 那刘师傅 今天就试一试 比试比试 能行吗 您两支队伍 咱们先准备准备 好吧 那咱们准备一下 好嘞 两边谁都不服输 现场有种剑拔弩张的感觉 人籍两队都抓紧时间 准备比赛 由于人工队是第一次进行 葵花杆包皮去心的工作 蒙师傅作为队长 正为大家演示 处理葵花杆的动作要领 人工队的队员 各个都是田间地头里的一把好手 他们双手灵巧 经验丰富 不一会儿就学会了 葵花杆 加工处理的方法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快点 好了 师傅们觉得这方法简单吗 简单 简单的很是吧 对 太容易了 很好讲 您觉得就是不用培训 就是只要讲一下就行了 熟练工这就是 熟练工是吧 对 一看就熟练 那您觉得机器就没有必要存在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浪费电 行 那咱们准备一下 好吧 人工队竟然还对老刘的机器 开启了玩笑 而老刘这边对自己机器 也有着十分的把握 他觉得 虽然在使用上还有些问题 但是赢这几个人工 还是不在话下 两队准备完毕 比赛马上开始 刘师傅猛师傅 您两位都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您这边 我看各位刚才也学会了 没问题 没问题了 刘师傅您这呢 也没事了 继续检查好了 好了 那行 那咱们今天就比试一下 让刘师傅呢 用他的这个 就是昔花杆 多皮去心机 和您五位比赛一下 我给您两位呢 各准备了六十根昔花杆 分成两路 那咱们就准备开始 好吧 好 来 三二一开始 来 随着记者一声令驾 比赛开始 人机两队 崩拥而上 抱起自己的昔花杆 就往回跑 人工队的队员 早已经等不及 要一线伸手了 大家分工明确 干劲十足 切杆 磨皮 去心 配合的行人流水 眼瞅着 就已经处理了 好几根昔花杆了 而老刘这边 借开捆绑的袋子 也要开始了 看着人工队 已经处理好 很多葵花杆 老刘顿时紧张起来 一时间 有点手忙脚乱 竟然忘了 要先发动机器 机器开动 这次 物料倒是顺利很多 葵花杆没有太费力气 就被轻松割开 进入机器 一时间 碎屑飞扬 机器运转正常 分切 磨皮 去心 也是一气呵成 使用了不到半分钟 就完成了 整个动作 机器效率确实惊人 保留剩下的葵花杆 越来越少 但是 加工过程 却并不顺利 如果遇到 半径较粗大的杆 老刘还是要 费上一番力气 比赛时间快要过半 两边都用尽全力 专心地处理着葵花杆 但是 就在这时 老刘的机器 却突然停了 你关了是干嘛呀 我先把这个切割 你也是有一半 拿回去重新弄是吧 对对对 那行 那您赶紧把这挑一挑 我看某师傅那边 都已经弄了好多了 好吧 原来 老刘的这台机器 每次只能处理半根 而未处理的另一半 还要专门分剪出来 进行再加工 虽然机器的效率很高 但是 分剪的过程 却着实浪费了 不少时间 而人工队这边 最后一根葵花杆 已经砍完 看着老刘还在分剪 那另一半葵花杆 大家伙也不着急了 安心地坐在板凳上 进行着最后磨刷的工作 分剪完另一半葵花杆 老刘发动机器 继续比赛 虽然浪费了很多时间 但是这另一半葵花杆的处理 却省去了分切的过程 处理速度明显快了很多 机器全速运转 导流改变战术 推一根 减半根 效率齐高 隐约感觉 要追赶上人工队了 一时间 比赛进入胶着状态 人机两边 都已经在处理 最后的几根葵花杆了 到底谁能赢得比赛呢 您这速度可真够快了 熊师傅 这猛时候他们人工队 您看他已经结束了 您这好像还差 这一根没弄完 你想的 还有两根 但是我们师傅们 这六十根已经结束了 而且效果不错 正气 正气 行我们看一看 行吧 看一看您这效果 那么怎么样 拿两根 这刮的挺干净的 这个 这腊质从这边 也已经刮干净了 非常好 那我们看一看 我们说刘师傅这边 机器这边的 拿两根 对 您这边就是压的 雨季会比较平一些 对 也是挺干净的 这是笔面 然后背面 垃圾层 对 都挺干净的 看来您这效果上 其实您两位都差不多 但是 在速度上 可能刘师傅 已经稍微慢了一些 虽然输掉了比赛 但是机器处理出来的 葵花杆 在质量上 还是不错的 老刘提出 要进行改进 可是 却遭到了 蒙师傅的反对 好不好 快别做了 你 不做了 刘师傅 算了吧 蒙师傅说 你让您别做了 又会见 在搞开始 还有 有很大的改进的攻击 您还想改 对 还有很 算了 算了 成绩不太好 快快快 行了 原来 老刘不久前 经历了一场大病 身体十分趋弱 蒙师傅担心 老兄弟的身体 不想让他再继续劳累 可是机器已经做成这样 倔强的老刘可不想轻易放弃 对于自己的机器 他还是很有信心 他觉得 只要稍加改进 机器的效率 还能提高 如果要重新制作一台更加高效的机器 这禁止的割刀是不能用的 回到家中 他查阅资料 摆弄器械 模拟原理 寻找一次性处理整支葵花杆的方法 终于 经过一个多月的辛苦研究 一台全新的机器 难生了 这回啊 现在就不用我使劲 我回队了 那怎么 你看我 我早上给你俩个这个 这个钢丝轮 供着 这个我 我把经济审 它就代替我使劲 我就队进来了 就是这个钢丝轮 它这个摩擦比较大 然后就把这个 咱们的壳花杆就 转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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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切头还有一个锯 来回 挖 去哪个地方 到这个锯 您这个齿轮一转的 把它顶一下 来回去 可是我看您这块 好像变化也挺大的 越南第一弹 那个机器 就是上下 有两个关系 我现在呢 你看 我上头三个 下头两个 上面五个 下面还有五个 下面还有五个 上下两套系统 这样的话就是 上次那个第一弹 那个是能处理半个 我这次这个呢 上头半个 下头半个 同时都处理掉 老刘说 他发明的第二代 奎花杆包皮去心机 首先有两层 反向转动的毛刷 将奎花杆吸入 再由横向振动的刀具 将杆一分为二 传送至五个毛刷组成的 轻选系统 进行包皮去心 最后再由碾子 进行碾压成型 由于一上一下 共有两套系统 这回 一次可以处理 一整根奎花杆 比以前更加方便了 我看来刘叔叔 您这次这个确实 做的特别精细 做的这么大 您讲起来挺不错 要不然您拿几根 咱们试一试 行吧 看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好吧 老刘的机器 看起来确实不一样了 但是真的像他所说的 那样给力吗 我们准备了三十根奎花杆 来测试一下 实际的使用效果 新机器再也不用 像以前那样 让老刘推着杆料 使劲往前顶来 这回反转的钢刷 可以直接将杆吸入 再由里面的振动刀具 将杆分切 包皮 去心 碾压成型 高效快捷 为了防止碎屑乱飞 老刘还在机器底部 增加了风机 很快就将三十根奎花杆 全部处理完毕了 小刘主 我看您这 确实像您说速度快 比上次快多了 我看看您这次 这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你看 比上次感觉 这是芯那一面 对 这是皮 皮上面咱是有那辣热层 刮掉了 刮掉了 这边也很干净 看来您这个确实 刮的干净程度也不错 但是这使用性还方不方 要不然您让我试试能行吗 行 那我拿两个试一试 请您帮我开一下 好吧 好嘞 我试试一下 这回 看到老刘的机器使用起来 竟然如此轻松 记者也决定体验一下 看来 切割系统的改进 确实让机器的加工效率提升很多 振动刀具的加入 可以毫不费力的 将一整根奎花杆切成免败 从投入到压制成型 丝毫不费一点力气 效果 真是不错 我看您这操作材料很简便的 一放就行 对 看一看这个效果 你放就行 这是我刚才打出来的一根 是吧 我感觉它跟吸进去一样 这个地方就把这个杆 就往进吸进去了 上次咱那么时间往进顶啊 在你妇女儿头 老头都能干 看来您这次这个奎花杆切不切切尸鸡 改的真好 老师请问这个机器的刀片从静止变为振动之后 为什么切奎花杆就变得非常顺利了呢 我仿照它的机器做了一个演示模型 它这边非常巧妙用了一个星形的一个螺丝 让中间这个刀片进行一个左右左右的振动 我们先试一下 像一开始呢 我们直接用手 在它没有振动的情况下 伸进去 会感觉有一点费力 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小口 我们需要使劲 使劲 使劲 这样 它才能切进去 就像非常用力 然后如果它振动起来呢 就像切肉一样 它自然会顺着这个 比刚才的话就会轻盈一些 你脚第一刀进去了 之后就会变得比较容易 看来这个智慧都是源自于生活 好的 接下来我们看看改进后的这个机器使用的效果又会是怎样的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做起来的有什么打算吗 这次它是来个四个八个节的模型 您还想跟它们比一遍 那模型 您这次打算比多少个人 四个人够了 十个人 上次您有五个人可都说 那要不然您问问蒙师傅 看他愿不愿意跟您比 行 能行吗 能行 好嘞 那您就准备准备 好吧 好嘞 机器通过了测试 老刘顿时得意起来 他说 这回要直接挑战十名人工 而且 还要在老朋友蒙师傅那里 挽回颜面 于是 他驱车前往蒙师傅的住所 让老朋友再给他找上十个人 进行比赛 蒙师傅担心老刘的身体 奉劝老刘 注意修养 不要再继续研发机器了 可是 经不住老朋友再三的求情 蒙师傅同意 再给老刘一次 比试的机会 为了照顾老刘的身体 这一次 我们把比赛场地 安排在老刘作坊的院子内 老刘依旧早早的来到赛场 进行准备 为了防止木鞋乱飞 老刘还给机器增加了一层金属外板 机器准备完毕 人工队也赶了过来 为什么刘师傅这回叫您 您就又来了呀 他老求我 老走我 那您心里头 您心里头想着来不来 我不想来 他非得让您来 非得让我来 刘师傅 您是怎么让蒙师傅就愿意了 我把那球也过来 我说您来 咱们赛一下 算是不算 算是我那是偷带起 我这次我这个改进了 好多部分 我肯定能赛过 那蒙师傅 那您这一次觉得 我们刘师傅这机器 您看着怎么样 看外表情 但是里头固定还不行 里头不行是吧 那行 那咱们这样 今天咱们就比一比 我这给大家准备了 各支队伍200根规划杆 咱们看谁先修完 谁就赢 行吗 行 都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来 三二一开始 开始 大伙 开始 比赛开始 人工队这次采用的 还是团队协作的方式 游萌师傅和另外一位 人工师傅 开始劈砍规划杆 其他队员 则进行 包皮去心的工作 虽然大部分队员 都是第一次进行 葵花杆的处理 但是 只要加工了几根以后 很快就熟练掌握了方法 一时间 所以一切飞扬 第二代葵花杆 包皮去心机 不管是速度 还是处理质量上 都比以前高出很多 一整根葵花杆 从进入到碾压平整 只要不到二十秒钟的时间 就完成了 保留甚至一次放入 两根葵花杆 同时进行处理 随着一根根处理好的 葵花杆 被不停地推出 机器已经 慢慢领先了 人工队这边 由于多了好几个 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队员们处理起 葵花杆来 也十分迅速 但是 由于人数太多 处理速度太快 整个人工队一方 都被飞起的碎屑 给包围住了 站的大家 浑身都是 由于给机器增加了防尘板 外加风机的不停吹送 脑流这边 丝毫没有受到 碎屑带来的影响 机器运转飞快 碾压成型的葵花杆 不停地输送出来 眼瞅着 两百根葵花杆 就快要被处理完了 飞扬的碎屑 严重影响了 人工队的处理效率 由于碎屑太多 逼得大家 不得不减慢 磨刷的速度 但是 老刘这边 也慢了下来 由于机器太慢 每次放杆 都要弯下腰去 时间一长 本来就身体有样的老刘 显得有些 体力不支了 渐渐的 入料的频率 也慢了下来 看来 大规模处理 葵花杆 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比赛接近尾声 人机两边 都强忍着体力和环境 带来的困难 继续比赛 究竟谁能够 提前完成呢 最终 人多事众的人工队 率先完成了比赛 咱们这儿结束了 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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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了 停了 蒙叔 你这边结束了 我看你那边是都已经弄干净了 对对对 然后刘师傅这边还剩 一二三四五六 六根 差了一点 这是怎么回事啊 刘师傅 原来是四镜堆也挺累 嗯 现在呢 倒是不四镜堆了 但是闹闹地不听了 把镜塞 这个摇 世界差了 受不了 身体很重要 那么如果 那您这次觉得 我们刘师傅的机器怎么样 您怎么看 机器倒是也可以 但是需要改进 需要改进 二个月的草劳 他身体又不好 您这次为什么 支持我们刘师傅去赶啊 因为是 他让有个结认不八的情况 你说不是 他能的抗电不改 是让他慢慢闹吧 但是你必须在身体 保证身体 这块的情况 他就在弄 对吧 老朋友来改炸了 我通信他 在他慢慢跳 原来 老刘在两年前 动过一次大的手术 身体至今 还未恢复完全 加上年纪大了 很容易发生危险 闹师傅一直反对 制作机器 使担心老刘的身体 承受不了 如此大的劳动量 开始他身体还可以 他没有老了 没有什么事 他有这个兴趣 想他 应该干什么 就干掉什么 这是他的乐趣 他是一个特别能 接人不八 特别有毅力的人 不干什么事情 总要办成 但是一看他的身体 可能就不想让他干 人的寿命是有些的 能活多大了 年龄阻碍不了创造 岁月也毁灭不了梦想 机器还要改进 这回老刘在机器的入料口 增加了一个曲状输送装置 这样在处理葵花杆时 可以一次性倒入大量杆料 减少了弯腰去减的时间 也节省了人工的劳动量 真正做到了葵花杆的全自动处理 新机器测试完毕 老刘看机器没有问题了 就迫不及待 前往邻居家 接了整整一车 足有八百根的葵花杆 并跟蒙师傅约好 要再进行一场人机比试 听说老朋友的机器又做好了 蒙师傅毫不犹豫的接受了挑战 他觉得这次胜负已经无关紧要了 最重要的是自己能亲眼见证 老朋友机器的成功 你们两位都准备好了吧 走柜好了 行 咱们这边数位师傅都准备好了 那行 刘师傅您这边机器调整好了 好了 行 那咱们今天呢 在这个地方咱们人工队和机器队比赛一下 然后两只队伍 每只队伍是四百根葵花杆 咱们看谁先弄完 谁先弄完谁就赢 行不行 刘师傅您这可以吗 行 那咱们就三二一比赛开始 好 最终的比赛开始了 这一次 我们为双方各自准备了四百根葵花杆 先割完的一方赢得胜利 虽然新机器已经做到了完全的自动化 但是刚一开始 老刘还是十分谨慎 只是拿了五六根葵花杆 并试探性的逐一放到传送带上 而人工队这边的队员 几乎都是先前 已经和老刘的机器比过赛的 大家伙经验丰富 不用指挥就干了起来 包皮 去心 碾压 各自有各自的分工 人工队干得十分起劲 老刘这边却出现了问题 本来应该进入机器的葵花杆 却恰在传送带上 怎么也进不去了 原来 由于有一根葵花杆的杆头处 太过坚硬 竟然没有被锯开 卡在了旋转割刀处 老刘试着拔了两次都没有效果 时间紧迫 为了不影响比赛进度 老刘干脆放弃了卡住的葵花杆 转而从别的轨道进行入料 人工队这边 为了防止碎屑乱飞 大家特意做了准备 去心的时候 有意识地弯下腰去 自上而下 进行磨刷 很多队员还戴上了墨镜 防止碎屑 见到眼睛里 人工队越干越快 可是正在这时 老刘的机器却干脆不动了 原来是刚才那根卡住的葵花杆 将左右震动的锯刀给卡断了 老刘试着发动一下机器 发现没有效果 这可怎么办呢 人工队这时 已经处理完了 接近半数的葵花杆 大家伙看到老刘的机器坏了 于是更有干劲了 赶忙加快速度 准备一鼓作气 打败机器 就在这时 老刘做了一个 让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举动 他毫不犹豫地 跑到自己的作坊里 直接找了一把锯木头的铁锯 开始加工起来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人工队已经弄完了 超过半数的葵花杆 还在改装刀具的老刘 还有翻盘的可能吗 这老刘还真有一套 仅仅用了几分钟的时间 就做好了一把新的刀具 拆除废旧的刀具 翻放好新的 这回机器能够正常运转了吗 发动机器 先制作的刀具 还真能稳定地运转起来 老刘抓紧时间放料 一颗颗葵花杆 通过传送装置 进入机器 顺利地碾压出 平整的葵花板 机器全速运转 老刘抓紧一切时间 追赶着人工队 由于本次比赛需要处理的葵花杆 数量太大 人工队已经显得有些 体力不支了 而老刘的机器 还在不停地处理着 人机两边都在进行着 最后的努力 究竟谁能赢得 这最终的比赛呢 在最后时刻 由于人工队的体力严重消耗 老刘的机器 凭借稳定地发挥 赢得了胜利 您现在觉得这机器怎么样啊 刘叔叔机器可以 可以 不不不 不得不得 你这个机器 终于把它搞成 那我就宣布刘叔叔 您这次比赛取得胜利 好吧 恭喜您 好 恭喜刘叔叔 刘庆启发明的葵花杆包皮去心机 通过输送拨插 将杆料输送至机器 由振动刀具分切 经过板状钢刷 进行包皮去心 最终压制成板状 输送出机器 整个过程 方便快捷 它这个回合二 去皮去吸机啊 它用的是这个磨砂轮 代替人工去刷 这样它速度快 而且处理起来比较干净 这样效率是很高的 而且它刷下的这些灰尘啊 还有这些残渣啊 都从一个方向出来的 这样对人的这个身体保 劳动者的身体保护也是很好的 这是它的优势所在 如果说它能联合一个 带收割葵花杆的机器 这样的话就形成一理化的机器 我想效果会更好一些 好的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这一期 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网微博 在这里再次感谢 华老师光临演播室 进行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 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 让我们下期同样时间 再见 这是一台神奇的机器 前进后退 一步到位 有了它 你的书法创作将会妙去横生 如鱼得水 它外表钢筋铁骨 内在多才多艺 网球打到哪里 它就帮到哪里 敬请收看 我爱发明 超级陪练